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二月二十一号星期二 我们必须把今天所修的功德 跟大家分享 撒图 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皮慢慢地垂下来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 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舒服 没有用力 压眼中 或者眼皮 轻松地 得比起来 把我们双眼的存在 暂时忘掉了 然后今天我们开始静坐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法圣师傅 轮帕他们是有所教导的 静坐 重点 总共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 Sapai Sapai 里面 也最少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轻松舒服 第二个就是慢慢来 第三个就是简简单单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静坐的时候 我们完全放轻松 我们也没有着急 要先把心放在什么地方 而且我们感觉现在 好像我们正在休息一般 所以我们就不把静坐 当做很难的事情 第二个重点就是 Sa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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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觉知正念 第三个重点就是 持续 也就是当我们静坐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调整 Sapai Sapai 跟Sapai 调得刚刚好 我们就把它持续下去 也包含了我们每一天都要练习的意思 第四个重点就是 第四个重点就是 观察 当我们静坐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先观察一下 今天我们静坐的经验是怎么样 好还是不好 然后我们也观察一下 我们今天静坐的方法是怎么样 为什么今天做得很好 为什么今天静坐的经验不是很理想 这些我们也观察一下 因为它会对我们 下一场静坐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现在就请大家 先来练习第一个重点 就是Sapai 从我们的身体开始 现在就请大家 以轻松舒服的桌子 来打坐 我们要担心 三个重点 我们要担心 三个重点 都可以 或者哪位想做 以着 也没有关系 Sapai Sapai 的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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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 寂静 毫无 用力 我们 感觉 这样做 是可以做的 久 不容易 双臂马通 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遍 全身的肌肉 从头顶到脚底 我们稍微观察一下 如果我们发现有哪个部位 我们感到紧绷 不舒服 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 把它放轻松 我们不需要忍耐 因为身体的放松 会对心里的宁静 有很大的帮助 旋身都放轻松 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 额头放松 额头也跟着放轻松 每间的肌肉 每间的肌肉 也放轻松 鼻子 嘴巴 两边的链接 也都放轻松 也都放轻松 颈部 领致肩膀 手люд两边的肌肉 手顶部 三边的肌肉 两边的肌肉 收好好让他有复活的 背部 尤其是我们的背部 背部是刚刚好的停止 刚刚好就是我们会感到轻松舒服 同时也感觉 我们可以维持清醒的觉知 正念 腰部也放松 两只脚 大腿 小腿 直到我们食指 脚趾头 都完全 放轻松 现在我们全身 都放轻松 都感到失败 失败的 然后我们就来 来 神父是 零三世 让我们 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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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 神父 神父 我们慢慢来又深又长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再一次追深追深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当我们细细的时候 我们感觉身体的上半身会稍微膨胀 然后当我们吐息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些闷闷的感觉 那些重重的感觉 全部都排出来 我们再一次追深追深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再一次追深追深的细细 然后再慢慢的吐息 感觉轻松 自由自在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 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坐在一个泡泡里面 透明青色的泡泡 当我们吐泡泡就会慢慢的浮上来 越来越高 现在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 现在身体变得很轻 感觉好像我们就跟这个泡泡一样轻 感觉好像身体可以慢慢的浮上来 慢慢的浮上来 越来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sapai 然后我们可以试试看 把我们的心回归到身体的中央点那里 位置就差不多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 让心在那里休息一下 轻松说佛的做 拾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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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哪位还想默念 Sama-Arahang的声音也可以 我们就感觉好像 Sama-Arahang的声音 从身体的中央点那里散发出来 Sama-Ara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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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 慢慢练习 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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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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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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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